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 整個風暴的中心 所以這裡我就要問了 畫個影片 妳是什麼時間知道的 知道的時候心情怎麼樣 當下就是 這幾天呢也看到妳跟 對 她是教父級耶 沒錯 先請問妳對她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老師本人滿親切的 她身材跟她身體的皮膚 保養得非常好 非常的緊實 她的手超級嫩 她是亞洲手指 她的指甲是剪到 面對問題解決危機 大家好 我是危機女王許勝梅 今天我們節目的這位來賓呢 說實在的 她也是我的偶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她人生中的兩份工作 都是我很想去做的工作 但我沒有辦法做 然後我也很關注她的新聞跟發展 所以今天特別 請她來我們危機女王節目 來聊聊 其實妳知道嗎 她最符合我們節目的精神 因為人生呢就是 危機就是轉機 這句話呢 應驗在她身上 為什麼這樣說 我先介紹一下她 我相信大家在新聞上已經認識她了 因為之前有一個新聞是 國軍八軍團的輔導長 好 那我們都叫她內內 那內內呢 因為跟她的男朋友 有了一個影片 那當時這個影片外流之後 引起了軒然大波 然後你們大家都歪樓了 我看到刷屏呢 都說老司機說 嗯 身材很好 這類這類 但是今天我想跟她聊的是 當人生遇到這樣一個挫折 然後她又重新再站起來 然後再站到另外一個平台 她的心理的轉折是什麼 噔噔噔噔 讓我們歡迎這位 現在熱騰騰的女生 內內 美姐妳好 我是內內 終於看到妳了 今天好開心看到她 我們就先從前面的 這個故事開始聊 好 當然我要先問了 因為妳的兩個工作 在部隊裡面 對 還有在這個亞洲最大成人平台 對 不要說我還真想去試試看 但我不行 我身材不行 但是我剛剛跟內內聊說 我也很想到 然後到部隊裡面去當輔導長 或當什麼都行 為什麼 裡面帥哥這麼多 每天不就看到寶嗎 好我這又知了 我先問內內 輔導長 工作裡面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故事 印象深刻 其實 我們會遇到很多不同一樣 形形色色的人 其實妳都在輔導 他們心理上有一些問題 對吧 沒錯 還有他們平常生活上有哪些塊 沒有熱水啊 沒有吃到熱沉沉的飯啊 飯不夠啊 這也關你一關啊 對 那不跟保姆差不多了 類似 尤其現在草莓病超多 對不起喔不要怪我 就是他可能到部隊裡面 可是適應的能力比較差 對 那怎麼辦 就是盡量去理解他 然後了解他到底是遇到哪些困難 那我們就是有透過我們 讓他們跟上級有就是連結這樣子 至少有個溝通的管道 沒錯 洗澡沒有熱水 對啊 就會反應上去說 我們可能那個熱水器壞掉了 那可不可以給我們經費修 或是跟別人借個浴室 讓他們去洗個熱水澡這樣 有遇到很奇葩的病嗎 還是有啦 就是 部隊裡面不就什麼人都有嗎 對 真的是什麼人都有 真的喔 對 有多奇怪 他就是很想要調單位 可是他已經在我們這個地方 做了三四年了 那他想調單位的原因是因為 他聽到他朋友說 另外一個地方比較爽 過得比較開心比較快樂 他就一直用各種方式想要調走 可是因為其實規定上 如果他沒有親人要照顧 或是他的建築地沒有離這邊太遠的話 其實很難調得走 要調走總有一些理由 跟規定 對 他就一直不符合 沒錯 那我們也一直安撫他 就是說沒關係啦 之後有機會再把你調過去 那他就是不要 後來他就一直反應說 他想自殺 對 他就一直說他想自殺 你說吧 這部隊裡面這種草莓一堆 那怎麼辦 就後來也是繼續安撫他 連已經觸動到我們旅上的那種 欣甫官 那要請他簽那種不自殺切結這樣子 這年頭這世界上真的有不自殺切結這種東西 我一直以為是大家隨便說說的 有 部隊裡有 對 他就要簽的那一天他就在我辦公室 那我們的欣甫官跟我 然後還有他我們坐在那邊 他就突然跟我說他去上廁所 我說好你去 那我就叫另外一個兵去跟著他 然後下來的時候我們那個 因為你怕他會有什麼狀況 對 那個小兵跟我說 包吵那個人怪怪的 我說怎麼了 他說 反正他的臉色就是怪怪的 說不出來的那一種 他就下來之後我也覺得這個人看起來怪怪的 可是當下都沒有發現什麼 因為我們迷彩服是穿長袖的 到後來他要坐下來簽名的時候 一簽發現奇怪為什麼地上在第一行 就是去傷害自己就是 天啊 然後他不是 然後他也沒喊出來啊 他也沒有 他就是默默坐在那邊也不簽 然後他就是 果然怪 一直滴血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嚇呆了 嚇呆了 趕快送醫院 沒有送醫院 因為我們先趕快去叫醫務兵過來 喔 這個部隊裡面有醫務兵 對 那其實醫務兵一看其實 他說傷口不深也不需要封 就是有一種在討拍啦 就你們都不把我調走 什麼什麼的 對 他就是要證明我真的會傷害自己 你們不要這樣子 天啊 但是呢身為輔導長 要解決這麼多部隊裡面的 心形色色的問題 你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 整個風暴的中心 所以這裡我就要問了 那個影片 你是什麼時間知道的 知道的時候心情怎麼樣 我那時候是在今年年初 我還在休年假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學長 就突然傳訊息跟我說 你知道你的影片被外流了嗎 然後我說 蛤什麼影片 然後他就傳那個截圖給我看 就是男生總會有一些色色的群組 都會互相傳影片照片 演藝圈也有啦 你們懂的 對就是傳上來 然後我就一看 怎麼會是我一兩年前拍的影片 你當時的性情怎麼樣 真的很驚訝 想說到底什麼時候流出去的 那你沒有很 除了這個 你心理素質應該蠻強的 因為畢竟你是在部隊裡面 對 這不是一般的公司 因為部隊裡面 相形之下又比較保守 又講求很多很多的規矩跟倫理 是的 那這個東西在部隊裡面 整個傳開來 那不就跟 那跟那種核彈級的炸彈炸開來的概念 是一樣的啊 對 那怎麼辦 當下就是 先趕快打電話 跟我的直屬上級講 說我的影片好像被流出去了 之後可能會有 媒體報導 因為這種事情 你的上級不會嚇到 嚇到 對 他就是這樣子 還是我看過了 沒有 因為部隊裡面很多東西 很快會傳出去 我不是開玩笑 真的 因為講情報不就是這樣嗎 如果你們連這點情報都不知道 還對不對 還講什麼部隊 對 那你的長官怎麼辦 他就說 真的嗎 我說對 然後我就傳給他 那個截圖給他看 他就說好 那你趕快先回來 我們來想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但最後當然 你還是跟你的男朋友 不得不離開這個部隊 對 然後有沒有覺得蠻遺憾 是不會遺憾 因為畢竟是我自己先有錯在線 本來就不應該在部隊做這種事情 跟拍攝 這件事真的一定要跟就是大家說明 我們是有錯在線 所以我不認為離開部隊是件遺憾 這是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 你滿好的耶 果然是輔導長 就是面對自己的錯誤 你就會很坦然的面對說 這個部分是我做錯了 好 那沒關係我也尊重部隊 最後的決定 那我們就離開 對 然後離開之後呢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你是在SWAG 對 全亞洲最大的成人品牌 是的 然後大家都很好奇 因為這幾天呢 也看到你跟加騰一 哇 對 他是教父級耶 沒錯 先請問你對他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對這種神級的人物 你會不會覺得 唉唷小路亂撞 天啊 這不都是那些男生 在很多的影片裡面看到的人 對 你覺得他怎麼樣 我覺得老師本人滿親切的 而且他 雖然臉上有一點歲月的痕跡 可是他身材跟他 身體的皮膚包樣得非常 包樣非常好 非常的緊實 而且他真的很 對他的工作非常的 弱實嗎 他的手超級嫩 他是亞洲九指 全球 他手指頭 有摸到手指頭 聽說挖呀挖呀挖 對 他的指甲是剪到快到肉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 有保養 有保養 對一般的手指頭 可能會有一些四皮啊什麼 他完全沒有 整隻手超級嫩 你觀察的很細微 這就是我接下來問的 很專業的問題是 因為我 我們在節目之前 我就跟內內聊了很多 我對成人產業的一些看法 我說 像有些男生呢 可能就是 會用比較色情 會問一些色情 那些問題之類的 可是我的看法不同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從事 這一個工作 是因為呢 各位 像我 我可能只能出這張嘴 但是你知道嗎 你要能夠拍影片 你的身材 是360度 要維持得多好 你們知道嗎 剛剛我們兩個還聊說 不見得胸部大就行 你的臀部還要很翹 你的身材的曲線 因為你翻過去翻過來 每一個角度 你都不能有多的脆肉 其實這一塊呢 日本發展的真的滿成熟的 是 然後他們呢 對女優也非常非常的遵從 我剛剛跟那個內內還提到說 甚至於要拍的現場 其實所有工作人員 是不能夠碰觸到她的身體的 因為他們很強調這方面的倫理 是的 然後專業 但是話說回來我還是要問 就是說 當然你現在就是先直播嘛 對 你有沒有 我知道身材已經不錯了 經紀公司有沒有對你有一些要求 就是說要把它練得更 你知道完美一點 有這方面嗎 經紀公司其實滿尊重的 就是 不要到太誇張的走中 其實都還好 我們就是追求一個健康 健康就好 因為現在大家比較喜歡走自然牌 對 那你自己有在鍛煉自己嗎 有我自己有在健身 做到很厲害了嗎 比如說重訓或什麼什麼 重訓有 可是 就還是那種雞毛酸皮的部分 簡單的簡單的 能維持身材的雲稱而已 那對於自己呢 原先是 輔導長 然後現在轉戰這樣的一個平台 尤其是 這個平台 畢竟它是一個大媒體 是 所以你現在大部分的工作 要接觸這麼多媒體 包括 你要開始直播啊 我相信很多粉絲 會把你當女神啊 在心理調適上 有沒有 也會有很擔心做不到 或什麼的 其實會 畢竟我們是在成人平台 但因為我本身 思想還是比較保守一點點 那很多粉絲會說 欸 你都在這種 成人平台上 你怎麼不要再開放一點 那其實 會要給 心理上 那怎麼辦 你以前都去輔導別人 現在誰輔導你來著 你可以來找我啦 好 因為其實就是 嗯 就會慢慢跟粉絲溝通 就是我們 循序漸進這樣子 那麼 一步一步的進步 可能 欸 會有不一樣的風格 畢竟大家 可能吃重賢習慣 偶爾要配點青州小菜這樣子 那我就是那一個青州小菜 沒有錯 對 我覺得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他的這兩份工作呢 的確都不容易 在部隊裡面要面對蠻複雜的一些人際關係啊 什麼 那你的工作又更不容易 那現在 你轉戰了這個成人平台 你要面對很多時候是媒體 像 有記者會啊 直播啊 然後粉絲會瘋狂追求啊 甚至會示愛啊 甚至粉絲會每天 啊不斷不斷的說很想看到你啊 之類的 但相形之下呢 當然我知道 男朋友是蠻贊成的 男朋友真的不錯 那家人 因為你年紀那麼輕 25歲 家人方面他們 能夠調適的過來嗎 其實一開始他們還是會有 稍微有反彈 就畢竟會想說 你一個好好的女孩子 在軍旅後面發生這種事情 後面怎麼會去想要做這個 還是會擔心左林右舍 講一些話這樣子 不過啊我的看法不一樣耶 我是覺得說那是因為 大部分人對成人平台的工作不了解 對 就像我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台灣也發展的蠻成熟的了 是 已經不是你們想像 其實就是露露身材就好 那你來露露看 那個非常講究轉業 所以那個領域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 對 那內內也希望是在這樣一個工作上 走出一個自己比較不一樣的路 對 是這樣嗎 沒錯 沒錯 那你希望自己將來會是 走一個什麼樣 比如說很性感的 或者是我就是 因為畢竟我過去做過軍人嘛 有一種比較兇悍的 你對自己的人設是什麼 我自己是喜歡 就藝術性感的方面 就不希望就是完全的裸露 因為我覺得裸露就失去了美感 那我希望帶給大家是那種 若隱若現的美感 那因為其實我在我的直播的時候 也很常搞笑 就是讓他們覺得 怎麼會有賣弄性感 到底有辦法主播突然講一句 很好笑的話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我們平台裡面的小諧星這樣 真的喔 那也不錯啊 你覺得這方面你的人設成功嗎 還務實講講笑話 還算可以 真的喔 真的 可見呢 其實轉換了另外一個平台 可是這個平台對內內來說 的確也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對 尤其是這幾天 我們看到佳騰音來到台灣了 會跟很多直播主直播 好像你也會跟他有一個合作對不對 對 有 嗯 自己會不會 還蠻緊張的 有 我昨天其實就有跟老師合作過了 對啊 然後看你站在他旁邊簡直是你知道 小鳥一人 老師很高大 對他比較高大 對 然後其實老師真的非常的專業 就是他在鏡頭前面就是非常會展現自我 那也很會抓住觀眾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啦 畢竟他在鏡頭前已經工作這麼多年 可是話說回來 我相信很多的粉絲朋友都想要問內內啊 因為內內之前也有提到說 他這個人呢也是蠻在乎顏值的 還是少女也不在乎 那我這個問題就要問說 不能選男朋友這個選項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沒有最想合作的男藝人 或公眾人物 就是他是你心目中的男神的形象這樣 男神嗎 我自己心目中的男神 我可以給你幾個人選啊 什麼許光翰啊 之類的啦 好 我真的蠻喜歡那個很長眼黑道的那個 什麼 張傑大哥 高傑大哥 高傑大哥 哎呦 你是有戀父親傑喔 不是戀父親傑 我剛剛差點要講王士賢 因為這幾天呢 那個角頭啊 一直在重播重播重播啊 不看都不行啊 那你還蠻吃重賢的 我喜歡那種看起來很兇很壞的男生 哎呦 你男朋友不是最型的吧 之前在工作上的時候 有看到他很兇的那一面 所以就哎呦 好帥喔 你有交往過這樣型的男生嗎 有 酷酷的或者是真的就是大的 那種大胃 有嗎 大胃的沒有但是 脾氣不好的蠻多的 那我們話說回來 有那種就是挨揍過 或是對你不好的嗎 呃 沒有我覺得我每一人 應該沒有人敢揍過 是啦 沒有我們是 好 對不對 但是你還蠻喜歡這種 有個性的男生 對我喜歡有個性的男生 喔 高級的大哥 好我見過他本人 嗯真的還蠻酷的 而且蠻有魅力的 內內在呼喚你喔 那這幾天我想蠻多的這個 你的粉絲朋友們啦 當然他們有問各種問題 包括說這也是我想問的 將來因為畢竟要拍一些影片 有時候也會用比較性感的形象 來面對大家 不一定 也許在直播上 總是你要展現你的魅力 那內內 你覺得你自己全身上下 哪一個部分最有魅力 我自己覺得我的腿 因為我覺得我的腿 你從來沒有漏過你的腿啊 有啦 每次包緊緊有啦 我有看到比基尼照片 對 因為我覺得我的 算是 算蠻勻稱的 但有一個小缺點 我的腿有點歪 喔 你知道直的腿也不多啦 對 因為走路姿勢 走路姿勢會有差 但你覺得自己的腿是最有魅力的 對 因為不會太粗 但是大腿還是有一點點肉這樣子 就剛剛好的那種感覺 喔 其實我來看喔 我會覺得內內眼睛非常迷人 眼睛嗎 對 她的眼睛 因為眼睛很大 可是她的眼睛比較是長型的 對 有一點點鳳眼的感覺 可是因為鳳眼是小的 你是大的 有人講過嗎 有 就台語齁 我不太會說 塞肉排 是不是 就是你的尾巴比較長 就是上揚的這樣子 就是這邊 有人講過吧 有有有 你有一雙電眼耶 沒人看出來嗎 是電眼嗎 很多人說 就是看起來不講話的時候會很兇 因為眼睛會這樣子 然後看起來就會 很兇這樣 他們不懂得欣賞 因為你講你的這個眼睛呢 因為它就是往上揚 就是有一種 對 就是會放電這樣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看到的時候 會比較難跟那種 輔導長在部隊裡面的感覺 結合在一起 那這麼年輕 然後你就經歷了這些風波 對不對 我記得在媒體朋友訪問你的時候 你也常跟大家講 就是說 畢竟呢 我們還是要回到最一開始 就是這樣的一個影片 跟男朋友之間的這個 好這樣的親密的一個影片 被很多人看到 對 當然 還好就是你的長官是蠻保護你的 但是 身為媒體前輩的我呢 我必須講的是說 實在太多人 都因為這樣的影片 就是真的會站不起來 包括我之前 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曲美鳳 嗯 她發生事情 妳應該還沒生吧 應該很久 年紀太小了 對 那個年代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那個年代 曲美鳳呢 她是被了她一個好朋友出賣了 她有一個閨蜜 就每天都跟她形影不離 你可以聽聽這個故事 那她其實之前是電視台的記者 然後各方面形象都很好 哇 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這個議員真的是明日之星 可是也因為她受到很多正上名流的喜愛 然後她的政治前途也非常好的時候呢 她當時就跟了一個政治人物談戀愛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是誰 當時是某一個市的市長 可是她的閨蜜就是嫉妒她 你知道人跟人之間就這樣 憑什麼妳有這麼多人追 妳就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什麼都不是 所以她這個閨蜜真的蠻狠的 就在她家的電視 裝了 偷錄 對 然後就拍到了所有的 大家也知道 就是 就一些 性愛的影片 但是更殘忍的一件事情 是當時我在寶社 這個影片被壓成光碟 所以多慘妳知道嗎 那時候有一個雜誌 負責人已經去坐過牢回來了 那個雜誌呢 為了販賣她的雜誌就是 說買這個雜誌我送妳那個光碟 好誇張喔 誇張喔妳應該還沒升 那個當年全台灣社會的人 都在看這個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為我們畢竟是記者 對 妳還是得看 這是我第一次看這樣的影片 是跟我報色所有的同事 就哇 因為我們必須知道說 這裡面到底是在 哇 OK好 我也必須說身材不錯 我只能這樣講 好男的也蠻帥的 我只能這樣講 我不能這樣在她 傷口上撒眼 但是畢竟我跟她算是好朋友 她很多很多年之後 都沒有辦法走出來耶 那個時候那個風氣太 太保守 然後她那個是她人生一個重大的打擊 所以內內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她也受傷 可是她很很棒是妳把她整個 我還是說妳根本就把她蓋住 妳不想面對這個 妳有沒有需要看心理醫生之類 我可以介紹 妳是不用啦 我覺得我挑釁很好 妳有自己哭過嗎 妳有沒有擔心又說 有時候當事人會這樣 很擔心又說我走出去 人家看我的眼光是 她看過那個影片了 妳會這樣嗎 之前有 但是後面發現其實 因為還算最近疫情 又有一點點回溫 還沒有到完全解封這樣子 對 所以妳戴口罩轉到路上 沒有人認得出我啦 就後面其實妳根本不用擔心 所以我其實也很想跟大家說 就是任何女生被外流 或是性愛影片被傳出去 妳真的不要擔心 大家會用奇怪的眼光看妳 因為妳走在路上 不是所有人都認得出妳啦 不需要把自己封閉在那個小小的房間 然後在那邊暗置傷身 對 覺得全世界毀滅 我真的覺得不用 而且內內剛剛也講了 她已經承認就是說 她有錯的部分就是 她是不應該在部隊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話說回來 那個把影片傳出去的 那個錯不是她 是別人造成的 所以是別人對她有些傷害 所以不要一直苛責自己啦 是 不要苛責自己 因為畢竟呢 這個錯不是自己犯的 但我們又要話說回來就是 我知道 我們這個影片呢 應該有很多內連的粉絲看 然後所以我相信很多粉絲朋友 都很期待內連的作品 妳有沒有給自己一個規劃說 我會做到一個什麼樣的 你知道嗎 我自己的話就是 目前規劃是就是拍寫真集 對 那長片 開始在籌備了嗎 就是還在規劃 哇 妳知道寫真集 我就必須 姐姐就要提醒妳了 姐姐沒拍過啦 我意思是說 以前我看過非常多女藝人拍寫真集 其實不容易耶 身材各方面真的要 對 要調整啊各方面 然後甚至連那個眼神 怎麼拍 妳有壓力嗎 就是要多拍幾次 因為我之前拍照的時候 攝影師就會一直要去指導我說 欸妳的眼神要怎麼樣表情 妳有沒有覺得手不知道該放哪裡 會 只是會很慌張就不知道該怎麼擺 但是我好奇喔 妳寫真集不會回到部隊去拍吧 不會啦 不行不行 可是我還蠻期待的耶 不行 等一下大家又說我又趁國防部趁國軍 沒有啦 妳知道有的時候大家喜歡一種違和感 但是 我不建議大家如果不能拍就不要拍了 但是 能去一些 可能就是跟一般的形象不一樣的地方 大家也會覺得很有趣啊 對 比較少見的 所以我們很期待內內的這個寫真集的名稱有了吧 有嗎 還沒有還在規劃 還沒有還在規劃 我覺得不錯的是 因為剛剛內內有提到了 她不想走一般那種 就是大家想見的就是可能 欸就是很性感啊 那她也不是很適合爺爺這樣的一個 對 我覺得妳比較適合走的就是個性 因為妳應該就是一個蠻有個性的女生 對 我都蠻直接的 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就是說 妳也看了最近很多演藝圈這種me too啊 是 在部隊裡面女生又是少數 對 妳們有受到這種壓力嗎 也不一定是部隊 嗯 妳知道妳這兩個工作都很容易me too 部隊的話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其實女生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在規定上也會更保護女生 尤其妳的身為輔導長 對 妳好像也要對他們有些心理輔導和健身 對 可是其實男生跟女生在工作上很容易 偶爾還是會落單 那因為這樣子很容易會有不小心的什麼 一些肢體接觸啊 或是言語上 因為都在男生的環境 對 講話一定會比較open一點點 對 很容易言語上造成 尤其他們講黃色笑話的時候會讓妳不舒服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跟她講或是跟她的好朋友講 就是喔今天講那個 可能女生比較沒有那麼喜歡聽這樣子 那過去妳有接到人家投訴 不是針對妳自己 就是可能有一些女兵 或者是妳裡面女生的這些同伴被騷擾了 應該很多吧在部隊裡 多多少少有一點 可是我們那邊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們那邊原住民跟 同性戀比較多一點點 大家都是 同志比較多 對都是姊妹 所以比較少會 反而相處很融洽 對大家都很開心 但話說回來 妳的現在第二個工作 也很容易遇到這樣的狀況 會有比如說粉絲 說實在 粉絲都很喜歡去騷擾這樣的 就是可能比較性感的啊 或什麼會嗎 我自己遇到的粉絲都還好 都蠻客氣的 也都很尊重我們 然後有聽其他主播有講過 可是因為在夜街待久 他們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就是 保護自己 對跟保護自己 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剛剛這個一開始就說 內內是我的偶像 因為我認為她的這兩個工作呢 很多女生都想嘗試 但也不是女生都能駕馭 包括妳有在部隊裡面 妳要出操對不對 操練 然後要訓練 這方面都很多女生沒有辦法勝任 然後再來 現在要挑戰的這個成人平台呢 有很多東西包括身材 包括妳的這個 煙行舉止各方面 然後怎麼樣施展魅力之類的 妳要不要自己回家也試試看 妳可能就做不到啦 所以我覺得不容易 不過呢對內內來說 反正她很年輕啊 才25歲 前面一個風暴 這就是我們今天節目講的 危機就是轉機 還真的耶 誰知道 如果今天 我也不能這樣講 如果不是出了那個事情 可能妳的人生大概就是 一直在部隊裡面 妳也不會離開啦 對 因為妳是志願意嘛 對 而且會在八軍團也待了這幾年呢 表示妳對部隊一定有感情的啦 對不對 所以也沒想到人生會轉換一個頻道 好 所以呢我們很期待 內內 妳要答應我們喔 出寫真集的時候 可不可以來我們節目 來宣傳一下寫真集 可以可以可以 一定要喔 好 那一定要永遠支持內內喔 不要忘記了 在耿傳媒的 危機女王 我們每個禮拜六的晚上 八點到九點是直播 然後每個禮拜天 我們會有專訪的節目 不要忘記了 要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幫我們按個讚 好不好 希望內內下次再來 好不好 OK 下次我們要一起來挑戰了 沒問題 不是挑戰身材 我們就一起挑戰開花舞好了 怎麼樣 欸 太壞了 好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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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